刚才呢就是已经把这个数据库相关的一些东西给介绍了一下 然后呢就是这里这里呢就是这个数据分片这里也做了一些介绍 然后呢就是有这个什么连这个ID这些东西 就是真正的那个做成分布式的数据库以后 它这里的ID就不能再依赖那个自增的那个东西了 你需要额外的找出某一个东西自增独立出来 反正自增的东西独立出来 或者直接通过算法层面去让它产生出一个绝对唯一的ID了 因为ID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冲突对吧 ID这里唯一的ID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冲突 所以它有这么一些要求 上面提到的这些那个都是一些分布式的ID产生的方法 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吧 然后呢就是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咱们现在呢是按范围去给它做的这个分库 对吧 按范围做分库的话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呢 这些东西呢 咱们接触的这些东西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处理 不管是那个分库也好 分表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也好 各种算法什么各种程序 它都有自己的优点 肯定也都会有自己的缺点 没有一种东西是完美的 明白吧 他们的每一种东西呢 都是解决自己独立独特的一种问题的 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那个自身也带着同样的一些缺陷 每一种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 真正的项目里面都是多种东西组合着来用的 明白吧 那么这个东西 按分库这些东西去做 不是按按这个范围去做的这个分库的话 它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吗 先说优点 容易找 它这个查找的话 实际上也就是直接做一个处法 然后就可以匹配到某一个ID去了 是吗 然后呢 还有别的优点吗 速度快 速度快也是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的话 速度肯定都比单台的要快一些 他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对吧 还有别的吗 这个东西的话 从部署层面来说 按范围的这种分法的话 它是不是扩容非常方便 整个程序的扩容的话 我这里当我五千万不够的话 那个就是我现在这个支撑的也就是能支撑到五千万 十个户的话能支撑到五千万 当这里不够的话 我无非就是再加一个DB10 对吧 加一个DB10 然后这里直接什么DB10 然后这里呢 就是直接一个五千万到五千五百万 对吧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是那个直接加这么一台数据库 对于程序里面呢 像我刚才的那个程序里面 无非就是在干什么呢 加个if else的分支而已 对吧 这是不是so easy的一个事情 对吧 这种扩容的话 不管是咱们那个部署层面来说 还是咱们程序的这个层面来说 扩容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 那么它有什么缺点吗 缺点 什么 没有办法做负载均衡 怎么一个负载均衡呢 后面就没有用 实际上那个所谓的 刚才那个吴迅说的那个负载均衡 有一点贴近这个意思 大家想一想 想一想这么一个东西 你玩一个程序也好 玩一个游戏也好 你的那个热劲最大的是什么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对吧 假如一个系统里面 那个他已经积累了5000多万的用户 积累5000多万用户的话 这肯定是一个运营的很长时间的一个系统了 对吧 假如他已经运营了两年三年四年 甚至八年了 这么长的一个系统 这么这么运营这么长的一个系统的话 最活跃的是哪些人呢 最新的这些人 对吧 实际上最活跃的这个数据库是哪台数据库呢 最后的这个DB10 对吧 然后依次往前越来越沉积 对不对 虽然他们那个都是不同时间那个注册进来的一些人 但是 然后每一个上面的数据量都是一致的 每一个上面也就是500万嘛 对吧 他们的数据的分配是均衡的 但是他们的活跃程度呢 一点都不均衡 对吧 越往前的话 他那个越越那个死性沉沉 一片死性沉沉的 对吧 然后那个每天的那个新户里面 他可能数据都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每天的访问量呀什么 都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这个非常像什么呢 咱们那个玩游戏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个分区的概念 对吧 一般来说那个哪个区最热呢 新区 对吧 新区一般那个刚开的时候 刚开的那天还是绿色的 然后那个马上第二天 就是一个爆红的状态 对吧 爆红爆满 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新区是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那些老区呢 老区一片死性沉沉的 对吧 然后上面一片的僵尸用户 对吧 这么一些鬼区 对 鬼区 然后那个上去 上去以后打了半天都杀不着一个活人 对吧 能陪你玩的估计也都是一些机器人 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一个人 假如那个就是一个运营了 假如两三年 甚至五年以上的一个游戏 实际上那个一个游戏的热 热劲的话 咱们现在 现在对一个游戏的热劲 估计 两分多月 对几个月 一年的话就算稍微长点了 对吧 这种 然后那个一些老区上面 可能你上去以后 那个你自己上去了 但是你的好友可能都早就不玩了 对吧 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那个 但是呢 但是呢 即便是那个那些用户不玩的话 你的服务器能关掉吗 不能对吧 万一那个用户过来了 然后那个 人家好容易有点充钱的欲望 你把服务器给关了 对吧 然后那个 这不算是一个流失吗 对吧 然后呢 但是你能为了那么一个两个的用户 一直开着那么一台服务器 服务器的话 你可能等了十天来的一个用户 给你充了点钱 对吧 但是十天呢 前面九天呢 前面九天 你的一个服务器要一直开着它 然后服务器 开着一台服务器的话 都有什么成本呢 大家有知道过 维护 都有什么维护费用呢 大家知道机房吗 机房 那个服务器的机房 服务器的机房 不是咱们这个机房 对 机房的话 那个真正的那种大型机房的话 都是恒温恒电 无尘 然后那个空调24小时开着 恒温恒电无尘 然后空调24小时开着 它的那个用 中国的用电是分级别的 明白吗 它有什么一级用电 二级用电 什么三级用电 什么的 那个好的机房的话 它都是跟那个 我记得高的是那个一级用电 那么一个 中国最好的机房 用电级别最高的那个机房 是北京的那个赵维大厦 以前那个我工作的地方 离那很近 实际上是一个很破的 很旧的一个大楼 把后面关一下 实际上那个东西 那个机房是一个很旧的一个大楼 看起来迫过来很不起眼 但是那个用电级别特别高 它是那个最高的一个级别 然后就是国务院 国务院那那个停电了 然后他那也就停电了 就那么一个级别 然后 那个机房承担过很大 很多一些那个重大的一些事情 比如那个08年奥运会的一个转播 那些东西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一些 那个之前还有什么总理大记者问呀 什么相关的一些 各种重大赛事的一些转播呀 什么的那些东西 都是走那个机房的 那样那些 然后机房那里 机房那里 如果你托管一台机器到机房去的话 你是需要那个带宽的成本 电费网费 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东西 很很大的一个成本 所以现在小公司的话 那个都 以前小公司的话 都还会去建机房 然后现在小公司的话 都直接买云服务 因为它的负担更小 明白吗 直接买服务 负担更小 而且公司即便是倒闭了的话 你不用那个变卖资产 小公司的话 那个变卖资产是很廉价的 明白吗 那个一台服务器的话 现在一般的一台服务器 可能得一万两万左右 一台服务器 那种刀片机 刀片机 那个服务器的机架 它是有一个机架的 然后那个一个 它是分那么一个小格子 一个小格子的 那个一般我们叫EU EU的话就是一个单元 EU的话就是一个单元 它是刀片机插到那个小格子里面 然后组成那么一个机架 那么一个东西 然后托管那么一台的话 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成本 然后就是 10年左右 10年左右 那个有一次 我们公司加班 当时公司里面 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云服务 然后就是还是小公司 那个自己建的一个机房 在公司内部 然后晚上加班夏天 然后特别热 然后那个 到10点 我们公司那个写字楼 写字楼的话 那个空调就关了嘛 一般那个商场到10点 就都关了 空调就都关了 对吧 中央空调 然后公司里面热的不行 然后我们把那个机房的门打开 里面的热气呼呼的一下就出来了 也不敢进去 进去以后就冻死了 就那么一个状态 那是这个机房 它每天的很多的一些成本 然后大家想一想 你托管了一台服务器 托管了一个数据库进去 然后那个进去以后 你的那个玩家 那个可能一天 前面的9天 前面的9天 也就来了一个人 然后那哥们 那个玩了半天还挺郁闷 一个小伙伴都没有 然后玩了一会儿 自己下去了 一分钱都没给你充 对吧 这是关键的 一分钱都没充 然后你这一天的成本 你这一天的成本 不就打水漂了 对吧 这样的一个 所以这种方法的话 它实际上是能造成 你前面的一些那个服务器 空转的 对吧 所以那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那个有些的程序 像游戏那里还好 游戏那里会给他做一些 那个核区 对吧 当一些老区 老区那个人少的时候 就会做一些核区 对吧 然后游戏可以做核区 但是很多的一些大型的网站 它是没办法做这种核区的 很多大型网站里面 实际上它是没有 压根就没有区这个概念 它所有的数据库 你根本就看不到 对吧 但是它也会有这么数据库 123456789 这么一些东西 早期的那些用户 它不登陆 你也没办法 也不太好去给它核 或者什么的 这样的话 有些东西就会空转 有些服务器就会空转 对吧 这个东西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不能跟随你的运营情况 去均匀的分配 最新的那些负担 就要理解吗 这样那些 它不能跟随你的运营情况 均匀的分担那些负担 最新的那个服务器 承担着最大的压力 然后最早老的那些服务器 可能压根也 虽然数据 还是那么多数据 但是压根就没有多少人访问 对吧 这样那些 那么它有这个缺点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我能不能让它 那个不管是新的用户 还是老的用户 都能让它均匀的分散一些 新的用户 在那个老服务器上也分担一些 然后那个老用户的话 在这些那个新的服务器上 也分担一些 取摩 取摩或者取鱼 取摩是怎么一个处理呢 好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怎么一个东西呢 就是他刚才说取鱼 取鱼 假如咱们这个ID稍微变一下吧 结尾这里变成一个7 这里ID变成7的话 然后怎么做呢 取鱼的话对谁取鱼呢 10 为什么要对10取鱼呢 10是怎么来的呢 对 这里有10台数据库 对吧 咱们取鱼的话 是对这个数据库的数量取鱼 这里UID取鱼 这里就是db number 对db的number去取鱼 对吧 db的数量去取鱼 这里取鱼得出来是几呢 对 这么一个东西 对10去取鱼得出来是几呢 7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也会到哪呢 他他跟这儿重了 然后这个这个换一个 这里这里我竟然有这个图 这里有这个图 咱们看一下吧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还是这么10台数据库 还是这么10台数据库 然后呢 我这个ID是300万 312万0483 这么一个ID 然后呢 我是对db的数量去取鱼的 对吧 这个东西对10去取鱼 论database这个东西的话 很明显得到一个3 对吧 大家想一想 那个我从1到100的话 那个对10去取得出来的结果的范围在哪呢 0到9 0到9 对吧 所以咱们这里for i in range 指这个1到因为ID的范围是从1开始对吧 1到100 咱们这里print这个i10对吧 这里他是怎么走的呢 他是从0开始 0123456789完了以后再来一圈对吧 先是0123456789完了以后再来一圈 这个完了以后再来一圈 他所以他是一个循环的一个状态 0123456789 0123456789 这么无限的循环下去 对吧 这个过程实际上那个也叫做轮巡 轮巡 这么一个东西 轮巡 他是来回的循环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对于咱们的ID的话 你可以看咱们还是这么一些东西 database 0123456789 然后这些ID呢 第一个ID 第一个用户 他会分配到第一台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56789 到第十个用户呢 回到这个第零台上 对吧 然后接着又是123456789 然后接着又是20的时候 123456789 123456789 即便是他到300多万的时候 这里是不是还是123456789 对吧 这样的话 早期的用户 他是均匀的分配到这十台 然后新的用户也是均匀的分配到这十台 对吧 这样的话 每一台数据框都有新用户 都有老用户 他是一个绝对均匀的状态 对吗 什么 什么什么 曾庆兴 对 他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他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实际上这里也有办法去解决他 这个东西的话 他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他能够跟随 他能够随着你的业务的发展 而均匀的分担这些负财 这是他的一个优点 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优点 又有自己的缺点 他的缺点呢 就是扩容不太方便 其实刚才你们说的只是后面的这半段 前期投入太大 一上来的话 那个直接公司还没开张呢 然后上来先干十台服务器 对吧 这么一个状况 服务器的话是很贵的 刚才也说了 服务器的话一般就是那个 一万两万 大家知道那个开心网 开心网吗 早期的时候那个实际上那个偷菜那些游戏 最早就是开心网活起来的 对吧 开心网当时爆发的时候 他的那个老板 老板呢 就是变卖房产 那个房子 北京的一个房子 当时一零年左右 还没像现在这么贵呢 然后把 对 他现在又在后悔了 对吧 当时他就是 突然他的那个开心网 一下就活起来了 然后那个服务器扛不住 然后就把房子卖了一百多万 然后换了一百多台服务器 对 一零年 一零年的那么一个事情 实际上那个开心网 还挣了不少钱呢 如果单纯看房子的话 他肯定亏了 对吧 按照现在这个东西来说 就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 那个 所以你上来就干这么十台服务器的话 实际上是那个 前期的成本很大的 对吧 所以那个这个东西呢 就是前期的时候 当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使用这种方式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就正常的去 按范围去去分 完全OK的 当你的程序的 整体的那个 系统呢 达到一个很大的量以后 你可以再做这种架构上面的迁移 明白吧 不一定非常那个 一上来就是这种架构 这种架构 而且即便是这种架构的话 他也有他也有改良的一个方案 就是你呃 这十台数据库 他一定得在十台机器上吗 想一想 十台数 十个数据库 十个库一定得在十台机器上吗 对 一个 一个 一台机器的话 你可以放 你可以创建好几个库嘛 咱们 Masoco里面也就是一条命令而已 对吧 Masoco里面也就一条命令 你一个 一个里面可以创建那个若干个库 然后等你一台一台的性能达不到的时候 你可以把中间的某一些库牵出来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数据备份 备份完了以后 把那个数据迁移到新的一台机器上去 然后正常的该怎么跑还怎么跑 对吧 前期的时候你可以那个 这些某些库 全都在那个一台机器上 这样去做 但是他那个依然解决不了 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扩容不方便 前面的这个东西 扩容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吧 so easy 这么一个事情 程序里面也就是加一个if else的分支 但是这个东西你想一下 它该怎么扩容呢 比如现在那个 咱们刚才说那个一个库的话 大概500万 现在那个10个库也到5000万 5000万也就到头了 这个时候那个我的用户还在增长 5500万 6000万 7000万 这么还在增长 这些东西的话 咱们按500万的标准的话 就应该加库了 对不对 加库的话 当我加到这个第10台数据库的时候 A A是什么呢 A是16进制的10 对吧 以前我们那个16张表的那些东西 就是这样去设计的 0123456789 ABCDEF 这样去写的 这里就是一个A 然后那个 这个A 当你加一个库的话 这个库很好加 但是你程序要怎么去匹配呢 程序里面 你开始是对10去取域 对吧 开始是对10去取域 而现在呢 你要对11去取域了 对吧 对11去取域的时候 你是不是那个 11后面的这些数字的余数 全都变了 对吧 它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扩容很不方便 当然那个 如果你深究的话 这种东西 那个只能通过一些 别的一些方法去改良一下 他比如那个 你是把 你可以把10个东西 做成一个单元 然后每次都是10个 10台10台的 那么去走 就是这算是一组 然后再 当你那个不够的时候 再来一组 再来10个 但那个 每一个单元 这都是很大的一笔成本 对吧 这样的 这里 这里就是那个扩容不方便 不管怎么改良的话 这个整体改变不了 它扩容不方便的一个 本质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理解了 它的一些优点 还有缺点 这东西 这两个东西 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所有的这些系统 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明白吧 之前有一本书 叫做 人乐神话 很经典的一本书 人乐神话 哦 没听过 这本书是讲什么的 这本书不是讲神话的 大家听我说吧 这本书 这本书是讲 那个软件架构的 它那个里面提了一个例子 人乐什么意思呢 人乐这里讲 指的是 人指的是狼人 狼人看到月亮 会那个变成 那个狼的形状 对吧 然后那个 打狼人的话 好像是用什么银弹 对吧 打狼人还是打吸血鬼来着 我也忘了 他是那个 必须得用银 银制的那个子弹 才能一枪干死的 对吧 它里面 人乐神话这里 提出了一个理念 就是没有银弹 没有银弹 没有银弹 没有银弹是什么意思 对 没有一个东西是无敌的一个状态 银弹的话 就是制约那个狼人 或者是那个什么吸血鬼的时候 它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对吧 但是那个真实的项目里面 真实的架构里面 它是没有银弹的 没有一个东西是完美的 很多的东西都是有自己的优点 也有自己的缺点 就是单看自己怎么去把控这些东西 明白吧 整个系统里面 包括你自己写的一些程序 包括别人的一些程序什么的 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这么一个存在 就是这么一个理念 没有银弹 这个东西 这东西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然后灵活组合着 灵活着去采用就行了 这种东西 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不分的去 不分的或者完整的去 给它做一些改良或者什么的 有些时候你改良的身份以后 可能就已经变成了 你自己的一个东西了 这样的一些 这是这个数据 整个的分布式的数据库的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想一想 刚才我说 那个多台 单单台 不是 这是十台数据库 那个它不一定就非得在十台的机器上 对吧 它可以是多台 多台的那个数据库 集中的放到一台机上 对吧 然后 然后呢 就是那个 假如那个就是已经变成了十台 当它这个 当它这个东西 依然那个 性能达不到要求的时候 假如 假如我这里就是 五千万的用户 数据并没有增长 但是用户的访问量特别大 数据没有增长 但是用户的访问量非常大 这个时候 咱们就应该干什么呢 这个时候就应该优化 单台的性能了 对吧 优化这个单点的性能 还有呢 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 假如 现在我是有十台机器 假如我突然某一台挂掉了 这里十台 假如第四台突然挂掉了 挂掉以后会发生什么呢 挂掉以后会有十分之一的用户 访问不了你的系统了 对吧 十分之一的话 如果你的系统大的话 十分之一的用户实际上是很可观的一个用户 一个用户群体 对吧 很大的一个用户群体 你像那个 你这里五千万的话 有的小公司 它总体的用户量 还没有那个一百万的 对吧 你这里直接挂掉了 一个分片上的用户 这里五千万啊 五千万上来 这里那个五百万 像以前那个 在我们做那个直播的时候 一共来六百万用户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这里直接又挂了 人家一个公司的用户量 对吧 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那么单点的话 应该怎么去提升它 优化它 还有让它更稳定呢 这里呢 就是会涉及到一些 数据库集群的一个概念 集群 有听过这个概念吗 前面的话 是那个数据分片 然后不光是有这些分片 真正的大型的系统的话 分片会做 然后分库分表 这些东西都会做 然后单个节点之内 这个东西 我们一般称呼它为节点 这个东西一般叫节点 节点的话 它有些时候 就是指一个机器 有些时候一个节点 是指一组机器 明白吗 但是一般来说 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完成一个功能 一个节点完成一个小单元的功能 一个节点就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单元 它可以是一台机器 也可以是多台机器 明白吗 也可以多个节点 那个同在一个迹象 一个节点就是 你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功能就行 独立的一个 处理某一些事情的一个小单元 这个叫做一个节点 然后咱们这里要优化的就是单个节点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性能还有可靠性 这里呢就是使用这个数据库的集群这么一个东西 数据库集群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吧 这里来看一下 把这个东西copy一下 直接写到这里吧 这样的一个 咱们这里呢就是 还是这么十台数据库 然后呢 咱们单看这个第九台这里 第九台这里 它不一定就是一个单点的状况 当然如果这里那个只是这么一个单点的话 万一你挂了一个小公司的那个用户量就没了 是吧 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那个不会让这个东西是一个单点的存在 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大型的服务器的集群里面 没有任何地方是一个单点的存在 这里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冗余 冗余 这里都会有一些冗余技术 冗余的话就是多余的一些东西 完整的一个备份 我A和B里面我保存同样的数据 A挂了我还有B B挂了我还有C 对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永远都有那个其他的备胎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那么备胎的话 备胎的话怎么怎么设计这个备胎呢 对实际上这里就是把它完整的复制一下 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完整的复制一下 但是这里的复制的话 不是那么那么简单的一个复制 它这里的复制依赖很多的机制 实际上它这里依赖一些那个二进制的日质 BNLog那么一些东西 它实际上是通过一些那个操作日质来完成的那种复制 他们这里呢 就是DTB49这是一个节点 但是这个节点下面呢 它是有一组的数据库在支撑着 一般呢 这里会有一个主从的结构 主机的话就叫做master 从机的话就叫做 slave 主机从机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主机的话 这就绝对是一个独立的数据库了 然后从机这里也是一个绝对的绝对独立的数据库 然后主机和从机之间呢 他们有一个主从同步的过程 而且呢 主机和从机上面保存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数据 这里如果不一样的话就会出现问题了 明白吗 这里就会叫做主从不同步了 主从不同步实际上也就是数据不一致的一些问题 在这里就会比较 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他们的数据呢 就是时时刻刻 他们自己之间有一些的通信 他们自己之间有一些通信 然后那个他们会自 从机会自动的把主机上的一些内容 给复制过来 这个东西也叫做主从 这个东西就叫做主从复制 然后呢 就是从机这里有些时候还不值一台 这个状况呢 一台主机一台从机 这个叫做一组一从 然后当这里多了以后 你还可以部署多台的从机 像这个状况 这就叫做一组三从 这个一个database9的这么一个节点的话 实际上是有几台机器支撑着呢 几台呢 四台对吧 所以这里一共是十台的机器 一共会有多少个服务器呢 四十台 光这个数据库的机群 一共就有四十台的服务器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型的了 明白吗 很大型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就是主从这里会有复制 然后在操作上 它也有一些不同 就是写入的话 都是写入到主机上面去 从主机上面写入数据 然后呢 读的话是从从机上面来读 读取 大家想一想 一个咱们的不管是那个玩的一些流戏也好 还是一些APP也好 还是一些什么也好 咱们是生产一些数据多呢 还是阅读一些东西多呢 阅读 阅读 对吧 咱们那个 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读 你包括读一些那个 读一些那个朋友圈 读一些那个别人的一些聊天记录 读一些那个文章 读一些那个新闻 这种东西 咱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读 咱们真正产生数据的时候很少 什么时候算是产生数据呢 产生数据的话 发朋友圈 发消息 你发表一个评论 点一个赞 点一个赞都算 点一个赞都算产生一个数据 但是你并不是每 每针对每一个人都去点赞的 对吧 像咱们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在读 所以咱们的行为 会直接反映到咱们的程序上面 会反映到咱们的那个机器上面 对于咱们的机器 咱们的数据库来说 咱们的这种行为会 少部分的会写入 然后大多数的一些东西呢 都是读取 服务器上 这个数据库上 大概会有80%的请求 都是读的请求 这种对应到语句的话 80%的那些处理呢 都是slack的 然后真正的那些insert create那些东西 会非常的少 明白吧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由咱们自己 个人的一些行为决定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在大量的 获取一些数据 产生的数据也很少 这样的一个 所以呢 服务器上面就经常呢 会去让更多的机器来支撑 这个读的操作 写入的数据 一般那个写入到一台主机上 就OK了 而这个过程呢 也叫做读写分离 读写分离 就理解吧 呃 写入数据的话 一般就是那个 有一个点就OK了 有一个点就OK 而且这样的话 也能保证这个数据的一致性 因为那个写 啊 写入的数据 它是产生的一个标准 对吧 只要你从机上的数据 跟主机不一致的话 那肯定是以主机为止 对不对 这样的 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 呃 这样的话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服务的高可用 服务的高可用 就是那个服务 即便是你有一台机器挂掉 比如这里那个 slave 呃 一台master 然后这里呢 slave 一 二 三 这么三台重机 三台重机 假如正好第二台挂了 第二台挂了 要紧吗 不要紧 只是那么一点的东西 只是那个牺牲那么一点的性能 对吧 二挂了 还有一和三 还有 你还有两个备胎的 对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 然后那个 即便是两台都挂了 你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主机 还有一个重机 对吧 这样的一个 但是如果主机挂掉了呢 脑袋没了 既然脑袋没了 头掉了 这头也太不结实了 主机挂掉以后呢 对 那重机怎么变成主机呢 你选谁当主机呢 实际上呢 他们这里会 当那个主机挂掉以后 这里那个会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三台重机之间 他们会产生一个投票 他们会 对 三台重机之间 他们会发起一个选举 他们会有一个选举 投票选举的过程 实际上这些东西呢 他们都是为了这个服务器的高可用而设计的 然后 咱们知道MongoDB 对吧 实际上MongoDB里面 MongoDB的内部 他已经集成了这种投票的机制 他的那个 最小的一个分布式部署的架构 就是三个点 然后三个点 那个由于够挂掉以后 他就会发起一些投票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 一般来说 至少保证那个东西是一个基数的 如果你是偶数的话 就可能 这个半票 那个半票 对吧 他就不均匀了 这么一个东西 一般是保证那个东西是一个基数的 然后 对于Mongo来说 Mongo自己没有集成这种投票的机制 他这里使用一些那个叫做Zookeeper 有听过这个吗 在一些那个招聘的网站的需求上面 可能有同学见到过这个东西 对吧 他们那个一些网站的需求 一些那个公司发布的职位的需求 可能会见到过这个 有些有限公司会要求这个了解这个东西 Zookeeper的话 实际上他就是完成一个对这个服务器 可靠性的 服务器可靠性的这么一个东西的一个处理的 他是 你可以把Mongo挂在这个Zookeeper上面 你可以把Mongo挂到这个上面 然后由他来管理你的Mongo的一些节点 但他不只能管理Mongo 还可以管理Reddit 还可以管理很多的一些东西 所有分布式的这些系统都可以由他去管理 然后呢 就是当某一台机器挂掉以后 他自己会那个发起一个投票 就是选举谁来那个当当这个领导人 这么这么一个东西 对他是一个软件 就是他是那个如果如果在项目里面部署的话 需要长期的运行着他 由他来去管理那些Mongo或者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一些 这是这是这些的东西 然后那个对于这个这里还有几张图 就是所谓的读写分离的话 实际上那个读写分离 对于咱们的应用服务器来说 他看到的虽然你这里底层变成了三台服务器 这里一个主机两台重机 他变成了三台服务器 但是对于这个应用服务器来说 他这里操作起来呢 就是程序里面 程序本身呢 他会做一些那个读写分离的一些操作 读写分离的话 他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直接咱们程序自身去实现读写分离 就是在咱们Python里面 在咱们Python里面直接那个 我知道谁是主机 谁是从机 我直接那个在Python层面 额外的再写一些底层的处理 就是我所有的insert的操作 create的操作 还有那个delete的操作 所有写入的数据 我去操作这个主机的地址 所有slack的操作 全都走这个从机的地址 这样 这样的话是咱们程序自身的一个实现 就这个 实际上看到这张图 咱们这里也应该很清楚 对吧 这样的一个 写的操作到主机上 读的操作到这些从机上面 然后他们之间 主机和从机之间会有这个数据同步 这个数据同步 你只要给Messico配置好以后就行 你配置好以后 他们之间会自己的去同步 他们之间会自己同步 你不需要去干预它 这个东西 他这里Messico的 Messico有一个my.cnf 还是cfg的那么一个文件来着 也就是Messico的一个配置文件 在那里你可以去设置很多的东西 包括这个主从的一些地址 他们需要互相知道 主机需要知道从机的地址 从机需要知道主机的地址 他们需要互相知晓对方 然后才能够去完成那些同步 这样的一个 这是第一种就是程序自身的一个实现 然后呢 现在也有一些那个第三方的一个代理软件 很多的一些这种系统 比如那个有一个叫什么Maccat这种东西 对这个 它是国人开发的 我这个东西最早好像是淘宝 还是哪开发的来着来着 现在好像这个东西也独立了 它是既能做这个数据分辨 然后呢 也能做一个中间的代理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呢 就是专门做这种 那个跟数据库打交道吧 这里的Mai的话 它主要就是Messico 它最早呢 就是为Messico去开发的 这么一个东西 但现在的话 它支持的那个协议就更多了 Messico是其中一个 然后Oracle DB2 SocoSower 什么Postgres这些东西 都是常见的一些关系型数据库 这些东西它都是支持的 现在Maccat是国内算是比较出名的 这么一个软件 很多公司也在用 但大公司的话 很多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去开发 自己去实现 实际上这里也没有多难 以前我们公司那里 以前我们公司那个 自己实现过上面这一种 我们也没有实现过这种代理 这种东西 那个很多公司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实现 然后呢 就是使用第三方代理的话 它的结构就会变成这种形式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它跟上面那张图有什么区别吗 多了一个环节 对吧 它对于客户端来说 对于咱们应用服务器来说 它不关心后面你怎么去实现了 对吧 它所有客户端的一些操作什么的 它全都沿到那个代理上面 我这里的话 我客户端对于我的应用程序来说 我的python就不需要再去知道谁是主机 谁是同机 我买搜狗 我就完全像那个 我在操作一台数据库那样去操作就行 然后具体那些更复杂的一些操作 由谁去做呢 代理服务器 它这里知道谁是主机 谁是同机 然后它知道具体 我的哪一个数据 在哪一个分片上面 由它自己去操作 明白吗 它这里就变成一个代理服务器 代理服务器 然后那个它接管了所有的数据库的操作 等于多了一个中间的环节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理解吧 这都是那个所谓的读写分离的一些实现的方式 这种 这是这些东西 然后呢 就是所谓的服务高可用的这么一个概念 怎么算是服务高可用呢 说白了 通俗一点 就是服务高可用的话 就是服务一直可用 因为咱们所有的互联网程序 实际上你提供的不是这个软件 而是这种服务 对吧 你的那个 这是一种那个 软件技服务的这么一个理念吧 你卖的 你卖的不是你的软件本身 而是那些服务 你卖的像那个腾讯那里卖很多的增值服务 对吧 那些云厂商的话 卖的是那些云服务器 你对那些云服务器的一些维护的服务 对吧 这样的一些东西 它卖的不是软件 然后服务高可用的话 就是你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你那里发生没发生一些故障 你这个服务 它永远都不会挂掉 这么一种状况 你像那个 游戏里面 游戏里面它比较特殊 它还会有什么停机维护的 这么一些概念 对吧 但你像淘宝 你什么时候见淘宝 那个发布一个公告 我今天要更新服务器 你们先别访问 淘宝 从外面有这种情况 对吧 淘宝啊 什么腾讯啊 这种那个 当然它压力大的时候 也会出现过像那个 年底发红包或者什么 那时候 它也会出现过一些卡顿 但是没有出现过大的故障 对吧 这种就是人家的服务高可用 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呢 就是服务高可用 它还经常会提到一些 什么概念 像什么 7乘24 什么意思呢 对 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不间断的一种服务 就代表你这个东西 那个 不汇化 不会坏 即便是你这里发生一些故障 但是不会影响用户的使用 你这里内部你可以发生故障 但是不能影响用户的使用 那么就可以说你这个服务高可用 是过关的 对吧 更好的 这么一个东西 服务高可用的话 它这么几个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首先呢 它是对硬 通过软硬件 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 来做一些冗余 实际上这里的主机 从机这些东西 都算是一种冗余 对吧 三台 这里三台机器 但是三台机器上的数据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这种东西都叫做冗余 它是通过一些那个冗余来消除单点故障 真正的大型的架构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关节 那个环节是单点的 明白吧 所有的环节都是一个多点的存在 它能够消除这种单点的故障 然后呢 就是它有一些那个对故障的一些检查和恢复的机制 然后呢就是当当这里有一些固扰 有些机器不可避免的发生一些故障以后 它能把这个故障转移 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启动另一台备份的机器 或者干什么呢 这种东西叫做故障转移 实际上那个像刚才提到那个投票的机制 它就是一种故障转移的机制 明白吧 它能把那个坏掉的机制 坏掉的机器 从那个节点上面下下来 它就那个程序就不再去处理那个故障的那个节点了 它能直接把那个东西给拍出 然后呢 就是当这里恢复以后 就是ZuKiple它还有一个服务发现的功能 就是当这里恢复以后 它能自动的把那台机器再加回来 这样的一个东西 比较智能 对吧 当然那个它这里那个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的 ZuKiple是一个很流行的工具 现在来说很流行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就是这些东西 它是可以做到冗余 也可以做到这个故障转移的这么一些东西 它是这种多点嘛 但是整个在架构里面 总有一些东西是没办法做这种冗余的 比如什么呢 比如一些那个像一些域名解析的地方 或者一些那个附带均衡的地方 这些地方呢 就是需要那个 它有一个点分到多个点去 对吧 你像这个这个东西 这个代理服务器 这代理服务器 你还能那个多个点吗 它本身就是为这多个点提供的一种代理 对吧 但万一它挂了呢 它挂了这个阶段就废了 对吧 像这个东西就是必须让它非常的可靠 这种 这种 亚历山踏什么 实际上那个这里呢 也是那个有其他的一些技术吧 那个 包括那个服务器本身的维护上 包括它这个内部的一些软件的处理上 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进程 它 这就是在它里面的一些进程上去做处理 即便是你cue掉它的进程 它还有一些紫进程 紫进程可以提供一些什么相关的一些服务 这样的 它那里包括一些内部的一些权限的控制啊什么的 都是比较精巧的一些设计 这样的 然后呢 就是除了这个这些东西以外 还有像什么那个域名解析 域名解析的话 这种东西也是类似的 它这里那个 当然域名解析的话 一般都不是控制在咱们手里了 它是那个 一般都有一个域名解析的厂商 对吧 这种东西 那个有些时候域名出现错误以后 域名解析那里出现一些问题以后 那个 域名解析这里经常会出现一些什么DNS污染 或者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或者 或者一些小的域名解析的网站 它它挂掉或者什么的 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以前我们自己的一些状况就是 一旦 一旦那个解析那个域名的环节超过那是一秒 一秒还是三秒来着 然后我们直接走一个备用的IP地址 那个IP地址是我们自己程序机器的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地址 直接访问 直接访问IP地址的话 可以绕过那个域名解析去 就这种那个 有一些硬性的一些交汇点 这种东西 一定要想到一些那个备份的 或者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方案 明白吗 或者你让这个东西变得非常可靠 或者你是找一些其他的机制能够给它绕过去 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样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机制 给它达到一个整体的服务的高可用 这样的话 当然这个如果整套的这些东西做下来的话 这是一个很大型的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这些东西肯定不是单个人去做 这都是一些很成熟的团队 很多人去共同的完成的 明白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然很多地方去开发的话 也依赖很多的一些很强的一些专业性的知识 就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咱们了解一些原理就行 这种东西的话 一上来肯定公司不会让你们去做 公司让你们去做的话 我估计这个公司 对吧 好 就是这些东西吧 行 咱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 就说 就算了 嗯